哈喽大家好 我是贵州雅美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哦 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说就是 上一集呢 我们的那一个 那个什么 就是我们那一个 坤哥被骗了 但是那一个呢 我们已经 把钱追回来了 那我们是如何追回来的呢 当时呢 我就是跟一个粉丝 一个忠实粉丝 然后这位朋友呢 就跟我讲说 赶紧去找那个 宅集变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 然后叫我赶紧打他电话 然后呢 我们那个内里面群 就很多人也是被骗到这个群之后 里面有一个 里面有一个群友呢 然后也就分享也是说 赶紧去找那个送货员 那他们的钱还没有到达 上一手 也就是还没有到达 那个三家的手上 那这时候我们是 比较好追回来的 所以呢 当时我就 我老公呢 就赶紧拿起电话 打给了宅集变的送货员 然后宅集变的送货员呢 当时呢 他的说法是说 也是不想回来了 那后来我老公就好好的 跟他们商量说 因为这个钱还在你们手上 而不是在那个三家手上 那我这个货确实是被骗了 那这个货也不是我要的货 你们也不给单面拆包 那现在呢 我已经拆包了 那这个货呢 不是我要的 那麻烦你能不能过来 就是把货收回去 把钱退给我们 后来这一个快递员 台湾这边我不知道是不是叫快递员 然后快递送货员呢 然后就说那行 那就中午的时候来拿 那现在呢 就是他中午的时候 我们去把这个不是我们的货 然后退给他 他把钱退给我们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喂 你到了吗 好 我马上下去 好 拜拜 那快递来电话了 我们现在下去了 我们现在去拿出去这个 这个 FB买的 FB Facebook 可以 那个千万不要在Facebook里面 Line上面也不要买 Google Google可以 Line跟Facebook都必要 成功成功 退款了 然后他们来把那个拿走了 好险峻了 太开心了 好了 我们回来了 我们已经成功把衣服退掉 然后钱也拿回来了 嗯 然后感觉宅机变还算不错吧 因为就是我们即使发现 然后 然后听了这个小婷的 然后打电话给他们 然后叫他回来 然后 退款 但是这也是一次很好的 经验 就是在网络上 FB或者是Line 里面那些网站上去买东西的话 就一定要很小心 因为 里面很多骗子 然后货不对版 嗯 就是说想要网购的话呢 还是就是像 这位朋友说的 要去大的 那个 网购的网站 比如说默默啊 或者是 或者是那个 虾皮 但是 最好还是去实体店 因为 现在出行也很方便 就是 就是 这些商店也很密集 那骑个机车也是很快就到了 所以的话呢 这也是 在台湾第一次经历吧 你也是 是吧 嗯 嗯 二三十年来第一次经历 哈哈 因为以前都在大陆 哈哈 我老公 第一次经历这种 那材料很烂的 仔细便的说 看那个包装就知道啊 他说是用垃圾袋来装的 我在想 那个仓库应该去给他查一查 老师记着什么烂货 然后我们那群里面就有人说 他说干脆一起去 立案提告 他说 他那个人发的英文是这样子的 他意思是说 总是 就是总是 有很多人跟他一样的被骗 然后 可以去立案告他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立案 我不知道 应该可以吧 在台湾 但是要花很多时间精神 就是也没 其实相对来讲 像我们今天这一个的话 也就一千块钱嘛 一千块钱 你说你去 好 本来我们在网上看了就是 这一个 这一个呢 然后他是直接就去他们仓库 然后马上给他退款的 但是我们到桃园很远呢 然后老公说 我就在这里一直 嗯 就 就是笑我老公嘛 老公说你再笑的话 等一下我就开着车往桃园 桃园跑 我说你你跑桃园的那些油钱可能都不止了 然后后来我就 我就跟小婷在那分享的时候 然后就找到了解决的方法 后来我老公 就打电话给他一遍了吗 送货员 啊打给那个送货员 打过信我老公很激动 他说 我是不是可以告你们 提告你们跟那个商家有 合伙的嫌疑啊 然后那个商家说 那干我什么事啊 那是商家的问题 那不是我的问题 然后我老公就说 那你要回来把这货收走 把钱退给我啊 钱现在还在你们的手上啊 还没有给那个商家呀 其实还好就是结局是 是是满意的 如果说像这种情况 像这种宅即便 他又快递真的是 他在够锅的时候就 一定要搬着他们的面去签收 嗯 签验货再签收 这样的话会比较保险 其实在前几天 我老公也是在网上不知道订了什么 也是衣服吧 是吧 鞋子 他又不知道订了什么鞋子 然后呢 然后来的时候那个送货员就说 我老公说 他说我要拆开宴货 然后那个 嗯 送快递的 就宅即便的 然后他说不可以拆 后来我老公说那不可以拆的话 那我就不签收了 我也不知道里面是怎么样 结果那个是逃过了意见 但是有可能那个鞋子是好货哈 但是就是那一次他就做的比较谨慎 你以后还会在网上买东西吗 买买买买一定买 你是骗不胖了 还一定买 你说是真心话吗 还买 有方法了还胖吗 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去网上买了 你要9999人家那个载机便说 你还还想穿耐心 人家耐心一件都不止999了 没有 这是鸡血 就鸡血啊 那那你不信你上上管我看 你看他们上这些网页去打广告 他骗了多少人的钱啊 你那个确定是在谷歌上吗 我觉得有可能 就是谷歌 也有可能在Facebook 你上次现在一直缠着你那个诈骗电话 那个诈骗电话你就是在Facebook里面啊 算效率不错啦 嗯 他们很多人还没拿回来呢 去里面啊 是啊 我即使就可以拿回来啊 效率还不好啊 嗯 算运气好的啦 看两个都是还蛮老实巴巴的 他还可能没有想啊 想说你这某公司也是能退 但不如这边给你退一退算 嗯 不然他可以不用管他说你可以同时追啊 对啊 本来我以为他们不会来了 然后我也以为他们会刁难我们 结果没有哎 所以我就跟着我老公一起下去 我怕他们刁难 刁难我老公 嗯在这里呢也很开心 就是我们已经把钱追回来了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第二个渠道呢 就是通过他们这一个叫做长庆运通 那长庆这一个运通 然后你把它点到他官网里面有一个申请啊 然后有一个申请退款的项目 那这就是我当时填的资料 目前呢是这个状态所以呢 嗯也不知道他会不会退款 那我只是还是这样子去让他看一下是什么样的结果 嗯上一期播出去之后呢 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么多的好朋友 然后呢在留言区留言 然后告诉妖妹呢 原来在台湾这边就已经有很多人都在 嗯就是提醒说很多广告 然后包括政府也在说一页式的广告不要去买哦 还有一个呢就是FB里面的不要去买哦 还有一个呢就是Nine里面的不要去买哦 好再来呢他们这边就是我们台湾这边 很多朋友是选择哪一个网站呢 一个是品牌方的官方网站 还有一个呢就是默默 好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虾皮 但是呢我觉得大家评论的也是就是留言说的也没错 就是说不要去摊便宜 但是呢我们就是因为摊了一个小便宜 结果呢差一点就摘进去一个大便宜给别人摊了 那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假如说有一些东西 其中一个网友呢就跟我们讲说 如果是他一般在网上都是用来做什么用来用来 对比价钱参考用的那比如说这个东西 他们实体店都要卖这么多钱 那你在网站上才才相差的距离这么大 就是相差的距离太大了那这肯定就是骗子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学会如何如何网购 然后呢网购收货要怎么收 那我在这里呢学到了一招就是也是台湾的文友告诉我的 那如果是快订来的话呢我要要求拆包业 那拆包业呢就是说那我可以先把钱给你 那你先稍等我一下我先拆开看一下确认这个东西 是不是我要的东西 那像这一次我们就是因为就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物品没有拆开看 拆开看一看结果就完全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 那多这样一个动作呢可能会好一点 第二个呢就是最好还是减少在网上买 就是前面粉丝们所说的那几个一页市的网站 FB内这些都不要去信任 不要去信任 不要去信任 这三个我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一页市广告 FB内里面那些购物的 所以呢不要去买 我们不去探这个便宜就不会被骗 当然这个钱是不会很多 那其中有一个粉丝已经被骗了很多次 还有一个粉丝是买好像一万多块钱的东西 对吧收到之后呢就是一个不知道什么烂东西 所以说在这三面的话呢 即使说这方面 这方面虽然说还是有很多人被骗 对吧 那我们还是就是说看了我的影片 希望大家呢就是也跟杨妹一样 然后学会如何让自己减少被骗 网购被骗 最好我也是不想要再去网购了 老公你还想去网购吗 你还想要再网购吗 看状况 看状况 但是我们家坤哥把钱追回来之后 他又遇到了一个骗子 那个骗子就是我 然后我把那个钱然后追回来之后 追回来之后呢我拿去做什么呢 那这一下呢我就要把我老公找回来的 那999块钱拿去花掉 然后去买一个东西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老公我们要去买什么呀 就是冰棒内衣 什么冰棒内衣乱讲呢 你好好开车哦 你看动手动脚了有监控 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刚来的时候 然后我老公他就给我买了一个大白熊 然后这只大白熊的结果他拿去用了 然后他就把它睡的扁扁的 本来是鼓鼓的肚子 结果他睡的扁扁的 好像那只熊也差不多800块钱吧 我不记得了 大概好像是800块钱的样子 然后呢今天我们要去买 那那只大白熊呢是在那个秀泰生活的那个山厂里面地下一楼买的 那我们等一下再去看一下有什么布娃娃 那我们其实买的布娃娃就是睡觉的时候用的 然后把它当成靠镇了 然后又比较好看 然后又可以把它挎着这样子 那等一下再去看一下有没有适合的 那今天我老公他买的那一个冰娘T恤 就是他最后我跟他说可以去去那个优衣库 优衣库去看一下 因为优衣库其实也有蛮多的那个冰娘T恤 相对比起Nike来讲的话呢 他会比Nike比较便宜 那我记忆中 你会传来传去的 因为你在下面等我 我要拍照给你那很浪费时间 你还不如就直接去 这样我们会节省时间 知道吗 等下我选了这个色你又不喜欢 我选了这个框你又不喜欢 所以你自己去选是最好的 对吧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那我们现在呢就准备出发了 待会儿见 你说这一个支架我老公也是在网上买的 你说他好不好用呢 好用的地方呢就是他固定的还是蛮好的 就是这个地方他卡这个手机卡的不好 因为我的那个手机壳比较厚 所以呢 因为我手机壳是那种防震的比较厚嘛 所以他这里就卡不住 可能薄一点的话可能会卡住 但是他这个地方就卡不住了 所以会掉下来 所以我对这个也不是很满意说实在的 然后他也不会很稳呢 就是也会这样抖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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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 不是很紧的那种 所以我就跟我老公讲说 网上的东西还是不要去买了 就是其实像这一种的话 也可能在实体店买的话 也是可能要试才知道了 相对来讲起来的话呢 去实体店呢要保守 要怎么说来就是保险一点吧 那现在呢我们现在是下午的3点07分 现在我们先到秀泰生活 等一会再见咯 其实我还想买一个就是在机车上的那一种 那一种手机支架了 但是一直就是不知道要买哪一种呢 那之前有一个妹妹然后有跟我讲了 那我又忘记了 因为就是拖延症很厉害嘛 然后就就就不记得要买哪一种了 所以还要再去可能实体店找一找 今天的天气很好哦 今天不会有雨了 今天染疫全台总数是多少 不到3万例29000多 那昨天是最早的 昨天19000 是有史以来最早的一次 到了到了秀泰生活 他下面可以停车啊 不需取票直接入场 里面还有21个位置了 可能刚刚有抽出来 其实刚那边有位置了 这里没有没有这个不是不是 好像在右手边那边好像是有的 好热好热 到了到了 这么小一个是小朋友的 这个也比较好 还有种是这一种 这种太软了 那一边 我看这个盘子也很想买 这个 还有那种枕头 你看 这里 这种是那种靠垫 我们不是还要再买一个 还有这个吗 还要再买一个 299记忆店 美团之 美团之做店 还有这种 这里 他现在 他以前在这边 但是现在 但是现在没有那些娃娃了 就只有这几种了 吃点了 太软了 这个不软 买这个 那这个熊 可以吧 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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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还有狗熊 这个太软了 这个怎么太软了 这个 这个又好看 这边还有卖一些柜子桌子沙发 还有床垫 窗帘枕头 这个垫还是我发现的 我老公没发现 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 看一下 其实应该好好逛一下的 说这是什么 改天约真妮来逛 做泡面 好便宜哦 抱车跑好吗 这种有点像我们那个面料 现在去优衣库 看一看 这边不是T恤吗 看到这种花裤子了 好想又要再买一条这种花裤子 其实我已经有一条 它两条是三条 特别喜欢这种花裤子 然后特别好穿 凉快 还有这种格子的 这是短裤 我之前也买了一条这个 后来我觉得不好看 我就给妈妈穿了 还有这种小可爱 东西买好了 我们呢要准备去买馒头 买晚餐 然后我感觉就是在这边的优衣库 然后这边的衣服跟大陆相比起来会贵一些 就是同一款衣服它会贵一些 因为我刚刚看了有几款 就是我自己有买来穿的几款衣服 然后这边它会贵一点 对 然后可能就是因为 那个衣服也是中国制造的 然后来台湾这边可能就多了一些运费 关税 所以就会贵一点 应该就是这样子了吧 所以我本来看上有那个花裤子 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带稳胸的那个马甲 然后我看相对起来 相对大陆那边的优衣库比起来的话贵了 好像几十块钱吧 所以我就没有买了 三明星路 我们的手机指甲抖一抖就跳下去了 没有到 你怎么都记不住呢 这贵何路还前面名声路 贵还怪我还够什么记不住 都没过那个 过哪个 过这个电信 过完电信才是啊 前面一点等一下看一下 还在前面 三明路一段就是 还在前面 黄灯 明星路那里 前面那一个 右转 右转你下车 你转那边我要转这边 为什么 对啊你说右转 我们这吧 你都说我记不住 忘记他就讲那么大声 不一样又来了 不一样 那个 这是 那个 这个 总共é 130 我看一下 刚好 你要什么 谢谢 好 谢谢 早餐 每天早餐两个 走到回家了 买晚餐 好 买档 我们不一样 我们不一样 准备出发 走 老公去买晚餐和明天的菜了 然后明天就不出门了 好了 我们这些影片 就先到这里要结束了 还有一点 就是台湾的快递员 还是蛮好心的 就是可能他们也觉得说 我们被骗了嘛 然后当时我老公 还是要给他们买水喝什么的 我老公觉得很感动 因为觉得说台湾人 还是比较有人情味的 那至于被骗的网站 据说是跟大陆那边有往来 那种什么货物的 专门做那种货运的这一些东西 但这个我们不太了解 我也不太了解 具体的话就是说 像这种东西 以后我们就不要再去买了 如果说的确是要在网上 去买一些东西的时候 最好就是金额不要选太大 二一个就是要做好 如何验货坚持自己的 自己的立场 要验货这样子 好了 我们这期影片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